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见到一把手枪我们要去碰它我们都需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那大家在这里看到这把手枪滑到后置无弹夹在我直视检查以及手指检查之后我了解这把枪械里面是无弹状态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了解这把枪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下 那有的时候一把手枪它有可能没有弹夹在里面但是滑到是还原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这把枪是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形态我们应该要怎么操作 我们要根据持枪准则的三条第一条就是了解自己的安全方向每个人在每个情况的安全方向都不一样 我在这里我的安全方向是这两侧因为我了解前面我们有工作人员这个时候呢第二点扳机纸永远不要放到扳机上直到你准备好射击 我拿起枪械的时候我的扳机纸永远在枪架上而不是在扳机上面这个时候我需要把滑道打开 目视检查是否有子弹在枪管里 滑道锁定之后确保没有任何的杂物或者是子弹在弹杂槽与枪管内这个时候了解它是一个安全的状态 很多时候很多新的学员新的枪手他一直会问说这把枪有没有上子弹 我希望大家做到每一次都自己检查而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这把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把枪我检查完之后我知道它是一个安全状态 我把滑道还原我出去办了一点事情打了个电话我回来之后我拿起了这把枪 这个时候我也要再做一次安全检查确保它是一个安全的状态 在我们设计之后我们需要用冷水加肥皂清洗自己的手 不要用热水因为热水有可能打开我们的毛细血孔让铅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造成一次铅中毒 同时在练习的时候不要抹唇膏女性同学不要抹唇膏不要同时吃东西喝水的时候尽量用带盖子的器皿 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我们健康安全的使用枪支射击 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本视频请关注我们号视频 我们号视频每日更新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时间看个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营正 부분 我们 sert钱奏色 提借人MAN 215 stagger五次